这一岁湘工所全力配合圆明慧一部落一文件站政策 全乡11个村目前就有11个部落文件站 照护关怀部落长辈 湘工所特别开办了部落文件站的联合成果展 除了各展歌舞交流也展示了学习成果还有作品 多元面向的课程让上级长官们眼睛为之一亮 人岁湘11个部落文件站联合成果展 先来比长者的歌舞功力 各站的部落长者不论快慢节奏无力全开 动态的歌舞交流之外 当然课程研习以及作品成果各式各样琳琅满目 多元且包含所属部落的特色成果 部落长者也化身为展场model展示 带进台前比一下下就好 你们是非常的辛苦 不说我照顾员了呢 可是呢 大劳比达文件站有健康有快乐 虽然有健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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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尤其近两年来乡公所配合圆明会一部落一文件站政策权力推动 目前全乡十一个村都有设置一个部落文件站 这一次举办全乡联合成果展 充满各自特色的学习成果也令长官眼睛为之一亮 那今年在我们的展演的部分 跟我们的成果展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而且让我们眼睛一亮刮目相看 那未来如果有机会 我也希望我们的产业可以透过我们文件站的一些活动 让我们的长者除了在那边健康的操作以外 还有一些经济手工艺的收入的话 我想对我们部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特色 共有17个部落的瑞泽乡 目前总共有11个部落文件站 完成率高达8成 剩下包括扫发顶、母鹿站及五杠等共4个部落 乡长陈进光进一步表示 等部落聚会所建制完成 就会全面协助部落争取设置 让部落长者可以一起健康贡老 记者是玉兰对视采访报导